每个人小时候似乎都有过自己的功夫梦,飞檐走壁,眨眼间刀起刀落,但是那终究是武侠小说才有的幸运。 其实真正的功夫明星们,成功背后是满满的伤痕,为了这个功夫梦,他几乎穷尽了一生的力量,如今却只能坐在轮椅上度过自己生下的日子,他就是刘家辉。 说起刘家辉的名字,可能很多人并不认识,但是提起他实验的角色,你一定熟悉唐伯虎点球箱中的多名书生,也是杀死比尔一中的杀手强尼默,这些经典的角色奠定了刘家辉在影坛的地位,与里连接齐名,但是其实刘家辉出道的时间,比我们认识他的时间要早很多。 他是1973年进入娱乐圈的,当时是跟很多明星一样,一开始跑跑龙套,因为出演罗阿采和黄飞红,才让观众们认识了他,之后《少林三十六房》更是让他生命大糟,之后实验发展越来越成功的他,还出演了好莱坞动作电影《杀死比尔》。 但是随着香港电影市场的衰退,刘家辉的演影视野也受到了冲击,虽然之后刘家辉开始转战电视,但是依旧未能回到曾经的地位, 刘家辉也渐渐淡出了公众视线,雪上加爽了事,2011年,刘家辉中风跌倒,导致右半身不随,只能瘫痪躺在床上,曾经的一代功夫明星,一朝一世利落无比,可惜现在站起来都成问题,这样的结局真是遗憾又惋惜。